接下来看看下一张 我们这个这一节的节目 全部会把每一个民调的问题拆解 让大家都能来详细的深入了解 看到这个趋势变化之外 是我们刚刚看到了 还有下一张 就是在年龄层的变化里头 各年龄层的支持度 有没有变化呢 其实几乎可以看得到 40岁以下 35 39 以下到20岁 这个最下面的柯文哲 这个数字 几乎都是全面领先 而且幅度非常的大 40岁以下 其实侯友宜相对的非常弱势 但其实赖清德也讨不到太多便宜 但慢慢再往上升当中 相对于40岁以上 几乎就都是赖清德的天下 你看看 一直到70岁 38.2 几乎在柯文哲里只有2.8 看完年龄层的分布之后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差异之外 那么如果是细卡都的情况 再来看看支持度如何 赖清德仍然为是领先32.3 侯友宜影响一些些 反而还增加了 17.8 郭台铭9.2 仍然没有破10 还在10以下 而柯文哲是23.2 未决定的也少一点点 17.4 所以其实对两位的影响 不见得差多少 就算他加进来的时候 侯友宜还增加了一点点 我们来看看整个趋势 跟上一次的比较如何 总趋势变化来说 赖清德就算细卡都下来的变化不大 但是你看看从8.5 到了9.2 过去还有12.9的 这样的变化里的郭台铭 对两位的影响是什么呢 对于债人党影响是24.1 23.2 差1%而已 对柯文哲 对侯友宜 16.5 17.8 还增加了 所以从田铭层分析 到整个变化趋势 细卡都的情况之下的变化 差异性又是如何 来 淑慧 我想刚刚我们看到 各种细项的分析里面 为什么年龄层的部分 大家注意到蓝跟绿 他们的支持度都是 年龄层比较高的 年纪比较大的 支持度比较高 因为过去长期几十年来 都是蓝绿两党的对决 所以他们的支持者都是 基本盘 几十年来我都支持民进党 几十年来我都支持国民党 那这些人从年轻一路头到老 他们有他们的政党认同度 而且是很固化的 所以才叫基本盘 那柯市长他这一次是 主导了年轻人 这一部分的支持者 但是年轻人这部分的支持者 是会很容易变的 因为他们没有政党认同度 他们不用说 我这辈子就是国民党的人 我这辈子就是民进党的人 他们没有 他们是会去看说 现在谁给我比较好 谁我比较喜欢 我就支持谁 所以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这一些年轻人都是支持蔡英文的 才让蔡英文拿到高达八百多万的选票 可是这些人现在剥离出来 去支持柯文哲 赖清德的支持度就剩下三十几%了 那柯文哲掌握这个基本盘 当然是大家都想要的年轻人选票 但它能不能影响选举的关键 我觉得每一次的状况不一样 因为就像我说的 这一次支持柯市长 四年后柯市长六十八岁了 还会再支持柯市长吗 不知道 所以对于国民党跟民进党来说 我们的好处是有基本盘 但是基本盘当然年纪也会越来越老迈 对啊 基本盘在掉 对对 所以每一个政党都一样 你要看准你自己到底想要经营哪一块 不要想要通吃 如果你的这个想要经营的是中产阶级这一块 或是说五十岁以上的这一块 你的所有的政策跟这个走向就要走这一方面 不要一下这样一下那样 很容易让选民搞不清楚你这个政党要的是什么 那再来讲到就是女性的支持 男女性的支持度来说 之前当然柯文哲市长过去的从政 一直有一些所谓的厌女的谈话 厌女的谈话 这个我想他自己也不会 也不会去否认啊 因为太多了 从2014年那一次的选举一路都有 那一次选举一路都有 可是这个会不会成为 最后女生在选择选票的关键点 我觉得那个风头过了 选民有时候是很健忘 尤其是选举议题太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的这个支持者 又有一点回声 但是相较于女性比较喜欢的政治人物 可能是比较理性温和的这样子的特质来说 柯文哲市长太呛辣这一点 显然更符合男性选民的喜好 又呛又辣又敢说 就是男生喜欢 对男生喜欢 然后这个年轻选票喜欢 所以我觉得三个人都各有各的特色 可是我还是要讲回去 就是选举的当下都是非常激情的情绪的 大家都认为选举投奔应该是理性的 就是理性的投出对我们台湾未来最好的这个候选人 他的政策他的理念是什么 要去逼稿 买货就要先比较货 但是台湾的选举从来都不是理性的 台湾选举都是激情的情绪的 最后一刻我讨厌谁 我kimochi觉得谁比较爽 像2020年那一年的选举 整个民进党没有什么政策的主轴 就一个主轴抗中 支持九二公司就是支持一中 票投谁谁谁 就是票投吴施淮 就是这样子啊 我记得高嘉瑜到最后嘉瑜的竞选广告 因为我也是在内虎南港 清一色已经没有什么争取民生细子线 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向中国说不 就变成一个选立委的选举广告 但是2020很有用 2020很有用 但这次还是很有用 这次他们在操作马文君 变成吴思怀第二 大家在选举的当下 是没有办法去清楚分辨 比如说王立强是假的 是假的嘛 现在已经证明 当时我们就告诉你是假的 但是民进 民进就是有办法把它变得好像真的 还要捐给韩国瑜多少钱什么的 有的没有的一大堆 激情过后 发现一切都是假的的时候 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四年后 那这次大家又再一次的可能要面对激情的投票 我看谁比较不爽 我看谁比较软 好等等的 结果这四年以来的执政 这八年以来的执政都不用去检验吗 每一次的选举就这样子轮回 每次的选举就这样轮回 我实在是非常忧虑 台湾经得起多久的这样的内耗跟自我消耗 委员 其实年轻选票如果比较起来的话 民进党里头应该是相对拿得到年轻选票 然后再次 再次刚刚民调的数字里头看得到年轻选票 赖清德他的策略现在是可以配合上的 他的确现在花更多的力气 在所谓年轻选票 影片到校园去演讲这一块 他的确是现在相对弱的地方 那如果说四十岁以上躺着选 那就是只要拼年轻选票这一块了吗 其实你可以看到赖清德这边很多的影片 包括去校园跟学生座谈 直求对决 面对很多学生的提问 不管你觉得说这个提问的内容 或是过程是如何 但至少他敢去学校去面对这些学生 敢去交流 敢去沟通 这个到目前为止 侯友宜几乎等于做不到 过去侯友宜其实很多次被邀请到校园里面 结果问题是一塌糊涂啦 就让大家就是觉得说 好像侯友宜不仅回答问题的能力都没有 对于政策论述能力也没有 所以反而让大家觉得说自曝其短 那倒是说赖清德他可以去面对学生 侃侃而谈整整的过程 也显示说赖清德去愿意跟年轻人去沟通 包括他大胆的尝试 不管在IG的影片 这个到处吃美食啊 或者是抛下过去 大家认为西装的形象 有一些这个换装的一些 比较轻松的一些影片 我觉得都是一个能够接触年轻人 然后让年轻人 跟棒球外套啊 但发型不能变是一样 对 发型他很坚持 就是能够感受到说 赖清德跟年轻人靠拢的这一面 因为年轻人其实就是很喜欢 那种不拘小节 或者是做自己的这种形象 那赖清德过去确实会给人家一个 比较拘谨然后比较严肃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他是比较吃亏 但是他在这个几个候选人里面 最吃香的就是他的长相 我想年轻人也是喜欢看颜值的 所以赖清德的长相 是说他颜值比较高吗 对 目前看起来颜值是比较高的啦 相对之下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目前我觉得赖清德 虽然在年轻选民这一块 民调上是比较 跟柯文泽在三十九岁以下 都有一定的落差 但是我觉得也慢慢的在拉高 赖清德其实你看 他过去在年轻人支持度的比例 其实是一直在增加 尤其是四十到四十四岁这一块 赖清德已经超过柯文泽了 所以也代表说他在这一块的经营 其实是有得到一些肯定跟支持度 而且柯文泽其实过去在很多 年轻人这一块 可能对于这个民众党内部 关于黑道的问题 或是其他染上这个黄色 黑色 或是其他青年的问题 其实也都会打击到柯文泽过去 所诉求的这个年轻人 所谓清廉的这个形象上 这个对柯文泽是会有影响的 那此外你说在民调上性别的部分 那当然性别的部分 当然我觉得柯文泽一向以来 就是他长期以来 对于女性的一些比较歧视 或是刻板印象的这些言论 可是你过去跟柯文泽互动也蛮好的 对 但是就他言论上会比较这个 对于女性有很多不重视 或是比较让大家觉得 不尊重女性的这块部分 这个是他长久以来 他可能在讲话上 就会让人家有这样的印象 所以女性可能会认为说 柯文泽例如说他把陈佩琪 认为他只要照顾好她 就可以了 这是形象 对 那种我觉得好像把女性当作是配角 那甚至没有把女性其实扮演一个 不管是我们现在女总统或是未来 其实女性在政治的领域上 其实也有一席之地的时候 他说女性政治人物只要长得漂亮 就可以拿到选票等等 就很多就女性歧视性的言论 其实我觉得都会对他在女性选票上 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在他女性的支持度上就比较低 但是我觉得目前的民调所呈现的 当然赖清德是领先的 可是毕竟民调跟到时候的投票 还是会有一定的落差 也就是说对民众来讲 投票的那一刹那 其实对他来讲 他希望投的是能赢的人会赢的人 所以第一个他要不要出门投票 他可能民调是打电话来 但出门投票他要有动力 他要觉得说我投的这个人是会赢的 有效票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也就是为什么蓝白想要合的原因 一方面除了说在民调上能不能领先 另外一方面是要让支持者觉得说 我会有赢的机会 我才愿意出门投票等等 其实这个连带的影响也会非常的大 这也会影响到立委的选举 那另外就是说 刚刚讲说立委的选举是不是 国家的定位或是对于国防等等 这些议题重不重要 那当然非常的重要 因为不管是我们渐进 在讲这个潜见国照的议题 或是讲到所谓的九二共识的议题 其实这些都是作为总统候选人 必须面对的台湾的国防 国安或是两岸关系定位 必须要有的论述 这本来就是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跟民意代表基层的议员 不一样的状况 也就是说所诉诸的绝对第一优先 就是国家的主权 国家的安全 这些才是可能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 会去关心到未来台湾两岸的关系 国家主权的定位等等 这个可能就是选举另外一个考量 如果难道是柯主席在长辈的部分 就是完全无法突破 觉得不可控吗 年轻人这边才会喜欢他的 无厘头跟跳跃吗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确实我们要看民调 那年轻人的部分 柯文哲是有蛮大的领先 但我也要善意提醒一下那个赖清德这边 看得出来很努力要去校园演讲 来跟这个学生互动 不过去演讲还是要做好准备 不用每次去之后 都被学生提问打脸 那也蛮尴尬的 所以这其实回来呼应到说 其实年轻人 现在整个民主化的过程 包含现在的这个网路 科技方面的发达 大家在接受资讯都非常的快速 那也能够很快地找到正确的资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年轻人对于公共政策 对于这个议题的了解 其实我们不要小看他们 不一定只看颜值 不一定是看谁好笑 让柯文哲讲话 快人快语 他讲话是大家听得懂的 总比这种传统政治人物高来高去 还要更让年轻人能够知道说 我们要传达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想年轻人的支持度高 除了一来他听得懂之外 二来是他也会看政策 看理念 那柯文哲从二零一四年之后 太阳花学运之后 那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这个 新的政治价值 那也落实在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市政里面 所以我想这个八年以来的市政的成果 还包含他的这个 未来的对国政的规划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都能够理解 所以我看这个也是 我们年轻人支持度会比较高的这个原因 这统化也是说 我们在蓝白河的过程中 这些是需要花时间去说服的选民 他们不是传统的组织动员 能够找到的选民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坚持说前面要辩论 辩论不是两方来吵架 辩论是把两边的理念 把政策说清楚 不然坦白讲你直接做民调 如果合起来这些人没有听到政策 没有听到理念 他就会直接投过来吗 难道一加一就会大于二吗 这恐怕是未来要再思考的部分 那至于性别的问题 坦白讲 你们内部民调有回声一点了吗 在女性支持度的部分 坦白讲女性确实有差一节 有差一节 那确实这个过去 大家在这个认为他仇女上的言论 对他的这个形象 印象上是其实就没有很好 不过柯文哲是快人快语 他在很多的这个访问 很多的这个演讲 他其实会举很多的例子 那当然他的例子有时候不一定这么恰当 这坦白讲 这个是我们幕僚团队 需要再多努力的地方 让让柯主席的文字 用语可以再精准一点 不过其实他本人私下接触 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没有这个仇女 业女都都不会有这样 怎么来看呢 因为你看像民众党 或者是说在这个台北市政府 我们有非常多女性优秀的同仁 就这样 像是这个学姐 黄敬寅 像是这个这个賴香玲 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很多优秀的 这个女性的这个这个 党公职人员 那其实柯文哲也不令给他们机会表现 所以其实说有没有业女 有没有讨厌女生 这其实我觉得确实用词可以精准一点 我们幕僚团队会再回去再检讨一下